小胡编,白人家庭正在练习射击,枪声不绝于耳,酒瓶一个一个的被击碎,他们兴奋的呼喊着,释放着白人的傲慢 此时小白正在大胆的玩着小蟒蛇,听到爸爸大白召唤自己,放下蛇跑了过去,大白提一心的玩法 如果自己的儿子开枪打中西瓜,他们就给自己50美元 大家同意了,大白开始让儿子拿好枪,摆出射击姿势,拉动枪栓,然后瞄准,扣动扳机,西瓜硬声炸裂 看到结果妈妈安慰的笑了,而且还赢了钱,回家的路上,爸爸带着儿子做着更大胆的尝试 汽车拉着沙发在马路上冲浪,如果你是爸爸,会让自己的儿子这么做吗? 很显然,大白和小白却乐此不疲,一家人来到超市里,用儿子迎来的钱去采购 就在结账时,黑人手中的玩具深深的吸引了小白的目光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因为从小玩枪的他并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看见小孩渴望的眼神,黑人也故意逗他开心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温暖,但就在准备走时,夫君大白却不乐意了 他戴着有色的眼镜,还以为黑人在教坏小孩子 没有听他解释,开口就是一万举羊驼,黑人也反骂了回去 在白人眼中,黑人就是万额之缘,不听妻子的祖劝,立马打电话给朋友 停车场里,三四个大汉围住了他,拳头像雨点般落下,重重的打在黑人身上 而后方的汽车里,黑人家属也目睹了全过程,声嘶力竭的哭喊着苦苦的哀求 白人们根本不听,直到黑人没了动静,才停止动手 临走前,还把一桶牛奶倒在了黑人头上 雪白的牛奶染白了他的脸庞,黑就是有罪吗 第二天,大白父子正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前方的道路被一连货车拦住 大白上前查看,但他不知道的是,他们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看见开走的汽车,小白慌了,沿着马路一直追赶 地下车库内,白人的衣服被剪开,不知名的药物注射进体内 他们并没有殴打大白,而是用更恶毒的手段报复 机器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接着皮肤慢慢变黑 既然你其实黑人,那我就把你变成黑人 凌晨,浑身漆黑的大白被丢在街上,慢慢摸索着 身体虚弱的他终于来到了家门外 在房间内,妻子听到屋外的响声非常不安 连忙下床打开抽屉,颤抖着逃出手枪 让儿子在屋里躲好,自己则守在门口 这时的大白透过车窗看见妻子的自己 他崩溃了,来到水池边清洗,可纹身怎么也洗不掉 无奈之下,大白只能回屋 可刚要进门,妻子拿枪对准了他 然后一声枪响,大白一声倒地 而开枪的正是自己的儿子 小白用父亲教他的枪法,亲手结束了父亲的生命 因为种族歧视的观念,儿子错把父亲当成黑人 而在父亲的教育下,小白也戴上了有色眼镜 颜色的区分,让儿子从小充满了仇恨 他杀死的或许不仅仅是自己的父亲 还有人性的善良 对不起来 对不起来